這個罷免團體有政治獻金的部分 有被發現說是有違法募款 那當時候內政部其實已經有認定是不合法 但是都沒有處理 好像有點罷免國家隊的感覺 那另外這個收受罷免的協議會被起底是跟這個綠營的議員張之豪是有關係的 綠營是不是早就已經介入罷免的事項主態 其實國人朋友應該都看得很清楚 這個罷免從源頭到這些所有的一切作為全部都是民進黨在背後規劃操作 那昨天淑慧議員也有到監察院檢舉這些政治獻金的不符合規定或違反法律的部分 可是我們卻沒有看到政府有積極處理 這一點我們感到非常的遺憾 那市長怎麼看可能罷免本體說現在是否有些廣告的財源不清 會不會覺得說他們在轉移這個非法募金的焦點 沒有財源不清的一個情況 是他們是在轉移焦點 那他講了我們財源不清 我們都非常的清楚 請大家放心 因為有本民有罵說市政府這邊執行預算的這個績效很低 市長怎麼看 我先說一下 就是我們的財政的確是良好 那我們這個在人口數在收入都是增加的 那這個才是一個城市現在最主要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我們現在基隆的整個經濟能力財政是非常良好 那他們有做一些他們的比較 但是這個畢竟是我們編列財政年度的第一年 大家不要忘了去年所有的一切都是前市府編列下來的預算 那我們當然有很多我們想要做的工作 那也有很多是因為這個疫情或者是前市府的一些工程有一些狀況而造成的延宕 那我們會繼續努力加強預算的執行 可是要告訴大家 基隆市絕對是往進步的方向不斷的在前進 非常感謝我們基隆姐姐 盧秀燕市長 還有南投的許淑華縣長 還有我們馬祖的王縣長 還有淑慧議員跟我們基隆 各位鄉親今天再度來力挺國糧 非常的感謝 我想姐姐回到基隆來 我想基隆的鄉親都非常的開心 而且我每次跟我們秀燕姐她總是能夠帶我去吃一些 連我都不知道的美食 這一點我對秀燕姐真的是自嘆不如 我們秀燕姐對於基隆所知道的美食 其實比國糧知道的還要多 但是我要跟大家來報告 就是在國糧主政下的第一年 我們的人口在近十年有了第一次的人口增長 我們的稅入也增加了 而且我們已經還在接近十億 已經還到二十年來 從來都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程度的一個良好的財政狀況 所以我們真真正正是有為基隆在做事 尤其是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一到假日週末 基隆是水洩不通 所以我們基隆正在積極的進步當中 所以我非常感謝今天在座所有的 吳市長以及所有的縣市長來基隆相挺 但是我們基隆是在進步當中也會拿出更好的成績單 所以這個罷免是完全沒有正當性 但是以投票來說 我也想跟各位簡單來做一個量化的報告 我也跟我們姐姐秀燕市長來說明 我們基隆是目前民眾反對罷免 不同意罷免的絕對是佔多數 但在這個人口裡面我打一個比例大概只有五成左右 目前是了解到一定要出來投下不同意罷免票 大概還有三成的民眾其實是不了解 也不知道要出來投這一票 另外有兩成民眾很可能他知道他反對罷免 但是他還沒有動力出來投這一票 所以在未來的這段期間 包括今天姐姐回到基隆來 就是要跟我們基隆的民眾喊話 如果不出來投票 那麼國良也很可能就會被罷免成功 因為現在的選舉罷免制度過到25% 我認為對方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票數的 但是重點是我們有著更多的民眾 但是卻需要一定要站出來投下不同意罷免票 所以未來幾週我們仍然會如履薄冰 非常的一步一腳印 要來跟更多的市民朋友來宣傳 一定要出來投票 投下不同意罷免的這一票 謝謝 市長一早來是不是象徵說藍燕的女力串聯 一起支持謝市長 因為現在就是很多罷免團體對她一些攻擊 我覺得她說不太攻擊 今天沒有特別以女力作為號召 是剛好我跟謝市長已經安排了今天要來 那剛好盧市長也是安排今天要來 所以等一下還有我們王忠銘王縣長也會來 所以沒有特別說以女力來做號召 但是我想呢我們在全國裡面所有的縣市長 只要是國民黨籍的一定都會站出來挺謝國良 那謝國良呢我想從幾次的一個法院的一個這樣的判決 已經可以說是證明了謝國良是為我們基民和市民 大家一起來維護我們市民的財產 所以我想呢今天我們特別從南投來 那也謝謝我們鼓勵界的各位好朋友幫我們一起號召 站出來支持謝國良 那希望呢謝國良在接下來的任期呢 可以順利的這個做完之後呢 帶給我們基民和市民最好的味道 先來人家霸兩盒你才發現說有募款違法吸金 那現長覺得他們這樣子當初發起霸兩 是不是會有其他的目的呢 我並不是很量我並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啊 但我想呢不管你是用任何的團體的名義來號召 只要是有對外募款的一定都要按照政府的相關的 勸募的相關的這個條例啊 那當然團體只要有對外募款他當然一定要按照相關的法規啊 那這個我想基隆市政府呢他也必須要做個清查 尤其市中選會這邊未來要對於整個 不管在罷免團體他們的這個連署方面 還有包括在對外的募款一定都要有非常明確的規範之外呢 也一定要徹查避免呢也衍生出很多不必要的一個誤解 或者是說導致呢行罷免之時 那如果又有一些其他的不法的行為 這個都會衍生很多的社會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政府必須要清楚的一個來做個查辦 那六月份內政部就已經認定罷免團體這樣不合法 為何監察院都沒有任何處理 縣長有感受到這樣所謂的罷免國家隊嗎 當然不能說國家隊 但我覺得從民進黨的系統裡頭 已經大剌剌的在對於謝國良的這個罷免案 有進行一些的這個指導 那甚至呢不管是我們中選會也是一樣喔 特別到地方上來做一些的這個這個指導喔 那所以讓這個案件在連署的過程很快就沉案 這到底到底這個裡面有沒有一些人為的因素 我覺得這個都必須要去清查的 那我覺得謝國良市長一直以來 他是一個非常正面 而且呢他也不會去計較太多喔 但我覺得我個人認為謝國良一定會非常安全的挺過這次的一個罷免的一個活動 但是呢活動結束之後我也鼓勵謝國良一定要去對於在這個過程裡頭 包括在前朝所留下的案件 一定要徹底做一個清查 這個並不是他個人的要不要善了的問題 而是這個牽涉到整個基隆市市民他們的財產維護的工作 還有整個在我們行政正義上面有沒有加入一些這個人為的因素 不管是政黨的力量或者是市政府的維護的立場 我都支持謝國良一定要有正當 而且要捍衛我們市民的決心 有空去電圖 不垃圾 也不會激選 譁觀 我來看的 有 Δ 自己挑一一點 感谢观看